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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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可以说是人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两个人由陌生人到拍拖 成为亲人结婚 需要好心的缘分 我们经常说 夫妻相 究竟有夫妻相的人 是否真的可以代表白头中老呢 今集的《相由心生》 我们会有唐中信师傅和我们分享 师傅经常听人说夫妻相 但我知道结婚 夹八字就知道 夫妻相是否真的有夫妻相 以及如何为夫妻相 其实是有夫妻相 但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夫妻相 以及是否有夫妻相 一定能够下白头佳佬呢 以及是否一定会幸福快乐呢 没有夫妻相 是否一定会不好收场呢 也不是 所谓夫妻相 在我们上学上的定义就是 两个人很难说绝对一模一样 只不过是说两夫妻相 无论她的眉目 神态 笑容 或者一些忧怨 语言 都会觉得很神似 其实是神似 不是样似 其实是代表着 不是说 看到两个人的样子很像 她们有夫妻相 就不是这样 为何会觉得她像 就是因为她这些举动像 好像我们有时 会看到一些节目 又模仿大赛 那样子也不像 但问题是 你看到的神似 就像某人 这就是夫妻相的嫌疑 但照你所说 即使神似也好 也不代表着 一定是幸福快乐和白头 例如大家都笑意盈盈 即是比较幸福 开心 但可以一起幽怨 对吗 经常是狡猾一声 一起狡猾 也好 一个狡猾一个狡猾 这就叫同步 在我们的角度 认为有夫妻相的人 她怨愤重 即是某些性格 或者习惯 近似 怨愤重 可以容易 只可以说容易 一起到尾 但一起到尾 可以是大家都 咦咦咦咦地到尾 或者吵吵吵 到尾 或者当然 也可以很幸福地到尾 可以有好的到尾 可以有不好的到尾 不过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 一撞就散了 那我们大概了解 什么是夫妻相 意思是 其实最重要的是 神称 神态 那件事 那我们马上不如 看看一些例子 究竟这些夫妇 有没有夫妻相 或者他们是如何相处 好像跟随来的 这个例子 我就不懂看 什么是夫妻相 但他们属于一种 互补不足的一种 夫妻 大家都看到 就是法哥 周仁法先生 还有他的老婆兼经理人 陈慧莲 他们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 那个互补一组在哪里 一个就是一个演艺人 影底 另一个就是 法哥称他为 他身边的很多角色 包括了老婆 煮饭婆 半个律师 公关 英文补习老师 私人秘书 经理人 你看到那个关系 其实那个互补很多 是很明显的 他们的面相 看到他们有没有夫妻相 就是法哥和法嫂 如果只是说外表是不相似的 但你看上去 你会觉得有一种和谐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那个形不一定相似 但是那个神就相似 而且他们都经历了这么久的婚姻 我们都见到他们 一直都愈来愈幸福 我觉得他们愈来愈相似 大家在漫长的婚姻生活的磨合 是愈来愈同步的 他们的同步就是 一个台前 一个幕后 各自都可以发挥到自己 那个角色最好的状态 这种 一路下去 看到他们的相 都是平稳 好 没有什么好 在感情方面 当然是很跌宕 喜乐 在各自的面相上 都看到这种 当然 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你见到他们 法哥的眼神 也有少少忧郁 但是 因为法嫂 比较大方明亮 反而是这种 互相去良好影响 一切都是忧郁 可能就未必那么夹 可能都会是夫妻相 所以他们这一拼的夫妻相 是比较阴阳配合的那种 不是一模一样的那种 我想问一下 譬如作为艺人 很多时候艺人 他们属于感情感性 通常理财也会比较差 是 会否相对地看到 例如法哥 他属于理财 会比较差一点 但法嫂 尼補得不足 在这些方面可以帮 会否在面相都看到 法哥只是省家 理财真的要靠佛嫂 佛嫂的精明 在眼神上的那种精明 但精明得来 不是有侵略性的 不是说我要把所有的东西 或者是一种 我们叫做苦奪肤拳 那种 他有一个定位 他是嫌妻 不去到很恶言恶状的东西 即是嫌内在 是的 真的嫌内在 但要嫌内在 你要嫌 你也要有主见 有能力 知晋退 法嫂整个面相 便能表达出这种 这样 就补了法哥 法哥是比较感性 法嫂是理性 所以在阴阳的配合 他比较好 法哥和法嫂 我说他们可以互补不足 是的 接着这一对 我相信他们也有共同的兴趣 目标理念的一对夫妇 就是名人 周启邦夫妇 他们两位 之前有很多社交版 名人版 你也会看到 他们两夫妇 很喜欢出席一些社交场合 他们结婚 这么多年来 都感情非常之好 直至到 在2010年 周启邦先生就过世了 但大家都知道 他们生前感情相当好 而且他们无论是衣着 屋子的层次品味 全部都很相似 很相同 我们从他的面上 看到他们这种夫妻相 即是一种共同嗜好 夫妻相 这一对比法哥法嫂更加明显 不是仅仅 陰阳配合 那么简单 而是样子 看上去都很像样子 形神俱似 是的 形神俱似 变成了大家的面型 眼神 全部都有一种同方向 例如大家对生活有要求 有品味 有共同的嗜好 有没有兴趣 愿意一起参与一些活动 对吗 这个也不太容易 对吗 因为他差不多到 我们说是形影不离 你只见到一个 就见到那个 很少说 拆得开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 都是夫妻相 所以他们一定是 遇见了之后 一定是一直下去 在相的特点上 除了他的样子 和神似 你会发觉他的眼神 两位眼神都很似 第一是比较持和 对 对 对 一个就是强 一个就是床 是一齐的 就是两个都是比较柔 比较藏 一些神 而且也是一个 对生活有憧憬 有梦想的眼神 就是这件事 已经可以令到他们 我们说是这么夹 面型 线条也不是硬朗 是比较宽容 比较圆润 代表他们能够 相处的时候和谐 是同步 互相可以 都不用遷就了 直接好像大家都很夹 这些全部都可以在 明眼前臂的位置看到 而且令人羡慕的 就是比较顺 当然人生一定会有一些喜乐 但那不足以影响他们的感情 去跌宕 在感情世界中 这么久的生活 应该都是以和谐为主 我有个问题 例如一对夫妻 非常要好的 感情要好的夫妻 是否不会出现一种情况 例如一个家族位 很好 一个家族位很差 是否比较少会出现 少的 如果不是的话 你怎样可以保持尾 大家共同 某些特征 可能不像 但其实面上的特征 也会相同 有 但你说的情况是有的 但少 但如果出现的话 会突然间生离死别 很大件事 对 因为它突然间在外面的环境 令到它出现 例如这些有一个名称 就叫鸳鸯蝶命 即是一个逃避 假设有意外或突发性的东西 另外一个是三年之内 都逃避了 很大机会 周啟邦夫妇 你见到她的家族位 应该很漂亮 对 两个都比较开洋 平順 就不会突然间凹陷 有斑有智 有纹 就看不到 所以她们是不错的 所以说 其实所谓夫妻相 就不是说 逐个轮廓 慢慢去对 像不像 最重要是 形的神态是如何 当然 神态这件事 也要大家慢慢去意会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也会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唐师傅会再用一些例子 跟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夫妻相 怎样为神似 稍后回来再见 回来第二节的上游心生 婚姻没有一个特别的方程式 其实年纪两个人相差 可能有些人比较近似 但有些人相差 可以是很远的 可以有老夫少妻 或者老妻少夫也可以 好似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 例子 就是一位台湾富商 葛台铭 他的第二任妻子 就是曾轻盈 他们相差挺远的 他们结婚的时候 是58岁 另一个是34岁 相差有24岁 但葛台铭说 因为他是富商 他说在这位妻子身上 他闻不到浅的味道 他就非常欣赏这位妻子 当然 夫妻要成为夫妻 互相有一定的吸引力 很多人都以为 老夫少妻 始终比较多 老妻少夫也比较少 好像差这么远 大家的人生经历 可能都未必能吻合到 殊不知 原来这些婚姻 能够到尾的机会才大 因为你一定考虑得很清楚 互相遷就 还有一个特点 特别是老夫少妻 多数少妻太太 对丈夫 无论她的性格上 成就上 各方面 都是一种欣赏及崇拜的状态 结合 不是那些瓜子後面 眼大鼻高 嘴細 不是那些標準美人的樣子 所以這不是少了於人的狀態 互相欣賞 最重要的是 如何表達到太太對丈夫崇拜 所以不理會年齡的差距 也希望在一起 就是我們看到這位太太的眼神 是一種有夢的眼神 只要她認識到她理想的對象 她是不會去考慮一般世俗人的年紀差距 只是考慮能否相處 她值不值得我去醫護 所以這樣的婚姻反而能夠持久 我記得之前說過有些徐梓琪小姐 她也是一個夢幻的眼神 對 這是很重要的 對女人的婚姻 是容易一點 美滿一點 會不會這樣說 因為她不會亂來 一定要符合她夢中情人的標準 才會付出 不像一般的桃花眼 炎光四四 不像那些 所以是不同的 說到老夫少妻 另一個例子 可以說大家都會熟悉的 就是華裔物理學家 楊振玲攪手 非常之厲害 她當時認識她的妻子的時候 已經年紀很大 到她們結婚的時候 在2004年 她已經是82歲 而她妻子翁凡是28歲 相差有54歲 楊振玲曾經說過 她妻子是上天送給她的最後一份禮物 她還說當有一天 她離開了這個世界的時候 她妻子是可以再嫁的 她不會介意的 我剛才看照片的時候 她們雖然年紀相差有54歲 但感覺很融洽 尤其是另外一張她們的結婚照 我自己見過 感覺很融洽 基本上 我們撇開了 如果不提及年歲的差距 我們不知道的話 她們的夫妻相 你會發覺 同樣的 雖然她們的年紀還差得遠了 但也不是那些 太太是小療癒人 去保護她 不是這種 其實是需要什麼呢 婚姻的溝通 如果年紀相差那麼遠 都能夠結成婚 一定在溝通上無間 才可以做到 不只是說我需要去保護對方 對方需要依賴我 這樣結合 那些反而不得持久 我們在面相上 都能看到這位太太 她的臉口 也不是標準美人的樣子 但她能表現她眼神的智慧 因為這位教授 學問很高 你要溝通 你也要有自己 有一定的智慧 才能溝通到 還有一種堅毅 那種堅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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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除了眼神 整個面相 那種比較剛毅 堅毅的表現出來 不是說有藥 要保護那種 這種樣子的面相 令她可以 就算很多人覺得她們 差那麼遠 可能不可以 她也可以有恩怨去面對 可以不理 只是去重視 去珍惜大家相處的時光 和融合 所以楊先生 這麼感嘆 覺得是上天給她的最後一份禮物 而這份禮物 不是一個少了於人的妻子 而是一個可以了解到她的思想 能夠溝通的伴侶 所以我們 這些夫妻相 和我們一般認為那些 大很多的 一個就弱 一個就弱 那些是不同的 其實他們的智慧 可以溝通 對 沒錯 溝通是 是不分年紀的 對嗎 就是這樣 在面相上 要合得到這件事 嗯 那就不用你年紀了 年紀相當大 反而還能夠 可以互相珍惜到尾 其實心靈上的交流 和珍惜是最重要的 一段婚 一段感情 最重要的是珍惜 好 接下來我們有另一個例子 就是大家如果看到照片 就一定會知道 是娛樂圈的一對逼人 美女 就是任達華夫婦 太太琪琪 兩位其實都是無故而出生 他們感情相當要好 亦有小朋友 而且知道他們兩位 雖然大家都模特兒出生 然後加入了娛樂圈 但他們也有很獨立的發展 而且大家都發展得很好 那這種會否又是另一種的夫妻相 是的 他們就是那個 他們又不像正華那兩人 即輪廓 眼神 都可以一模一樣 各自獨立發展 各人有自己的領域 無論是人際關係 事業的成功 就算是財富 我想都是獨領風騷 對嗎 他們是一個很可愛的 他會讓我們感覺到 一個是江中大游 就是任先生 如果我說江中大游 觀眾可能都會感受到 他帶太太剛好是由中大江 大家可以… 但這件事要感受 要慢慢掩培 要慢慢掩培 變成氣質上的一種… 匹配 對,就是一種氣質上的陰陽 匹配 而不是樣子像,樣子不像 輪廓那些 也不可以說像 但看來就是一種很矛盾的統一 很和諧 即你走出來 大家已經覺得好像是一對 對,黑白分明 但黑白的配合是很… 令人覺得很舒服 覺得他們很美滿 主要在神態上、氣質上 這個好處就是… 所以為何他各自獨立呢? 因為你個人有個人的表現 看到他們自己 無論是明眼權比 都會在某些領域 會有出色表現的人 不管他做哪一行都是這樣 不要看任太太的樣子好像很柔 他的柔中帶乾表現在哪裏呢 表現在鼻子和拳 眼神是柔的 但拳、鼻子都是一種比較… 看來是有力 有一種… 即是不會太軟弱 即是沒有那種… 其實挺剛強的 對…如果眼神更更乾 那就破壞了 對…因為剛剛好 對… 而且他那個… 反而… 嘴裡那裏 現在還未到嘴運 他們的嘴裡 稍微疲憂 嘴裡會稍微疲憂 可能日後健康也會有問題 但… 夫妻有甚麼事都要互相支援 和照顧 他們又會做到這件事 我想日後任修會照顧 任太太多些 反而… 他們的婚姻 大家也看到相當美滿 其實如果把我們的生活 分開像一個餅一樣 除了工作家庭之外 愛情也非常重要 在我們的人生 每個人都希望可以找到 另一半陪自己到老 但… 每個人的性格都不同 獨立存在 如果我們都可以用一個 對方接受的方式去溝通 那就最好了 像道家所說 和其光同其陳男 絕對不只可以用在職場上 在婚姻生活一樣可以運用 下次見 拜拜